如果说有一个数码产品在2023年让我见到外形以后 wow了一声 然后打破了我能想象到的所有的预期 而且深度使用了一个月以后 我还愿意推荐给主要是想用视频进入生活的人 那就是今天的主角 大疆推出的OSMO POKEY 3 诊天 表面 很開箱 好 太 authentic了 接紧 五年前大疆发布的市面上从未出现过一款相机 Poket出现在刚刚兴起了Vlog的国内掀起了一股恶臭 那在今天我有能拍4K120帧有动态增强的这个E1 还有能拍Apple Lock的iPhone 15 Pro Max 我还会买它吗 那我的答案是会的 为了找到它最合适的使用场景 我上个月带着它到了新西兰和美国 在深度的体验后呢 我不光会介绍Poket 3这个设备本身 还会介绍它在哪里哪些应用场景会比手机和相机做得更好 而在哪些场景下它还暂时不能替代它们 这次Poket 3的升级让我最兴奋的其实不是画质 而是它机身的设计 Poket的前两代最让人诟病的其实是它的小屏幕 拍摄的时候根本看不清屏幕 会让人很没有安全感 而且我的手比较大 操控起来很容易误触 但有人会说它能连手机 但是如果你那样旁边弄一个手机 它没法揣兜里面 就丧失了它最大的一个优势 那我一直觉得这是这个产品线 一个无解的事儿吧 那结果Poket 3做了一个可以翻转90度的屏幕 它其实就是一点 然后它就突然就 就特别高科技 一转一转回来 就大拇指一掰它就可以开机 我掰回去就可以关机 或者是继续拍竖屏的视频 那在这块16比9的屏幕上的画面显示面积 比上一代大了将近5倍 而且开机就是秒开 方便能随时的抓拍 那关机的时候镜头呢还会朝内来保护这个镜头 那揣兜里呢也不怕伤到镜头 第二点这个摇杆是终于长在了机身上 Poket 1跟Poket 2的摇杆 你必须要买一个全能套装才有 它还是一个可拆卸的 我就记得1当时你只要装了摇杆 你就没有办法插手机的镜看 这个摇杆可以控制镜头的抚养 控制变焦 长按时锁定镜头的方向 就跟我们用稳定器的时候 那个前扳机是一样的 方便拍摄像轨道一样的推拉跟横移的镜头 按两下云排回正 按三下镜头就会转180度 一秒钟就能从拍剪变成自拍 真的是有点生气说实话 Poket的重量是179克 实际使用下来存在感比手机要小得多 没有稳定器跟大机器好舒服 它摆杆机只要过自己那一刻我就很开心 虽然功能增加了不少 但是体积和重量还是和它的名字一样 Poket 轻啊 肯定是轻啊 比你那Poket确实是Poket 你这个啥兜都放下我想说 哈哈哈 我们拿个手机在路上拍视频 大家其实现在都已经很防备了 但我发现大家对Poket的警惕性会小很多 他确实没有什么攻击性 以前总觉得好像手机没什么攻击性 这次用了它确实是 手机现在攻击性老大 拿手机录人 真的你要干嘛 很棒的拍摄 这边 这边的亮面是完美的 带我 带我 无法阻碍 无法阻碍 你带我 带我 那挺可怕的 这边 真可怕 而且它很小 这边很酷 这边很酷 这边 这边我必须要在 这边是中国的 这边多少钱 我不知道 带我去海岸 对吗 有人会购买那 没办法 我正在拍摄这边 轻便易用 你给它打个分吧 5分满分 我给5分 我也给5分 Pokey 3这么小的机身 画质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在 HX3这样10比特的机型出现以后 我的Pokey 1代就一直被我挂上了咸鱼 虽然到现在还没卖出去 那因为 没有log的8bit素材 其实是很难在调色上和我的HX3匹配的 所以2代我也没有考虑 而这次Pokey 3一次性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第一是英寸的传感器 也就是和索尼ZV1系列和佳能这期F系列 这个V单传感器大小是一模一样的 更大的传感器配合20F2的定调镜头 自拍的时候背景的虚化是非常明显的 你会感觉它像是V单拍出来的 你可以用它做严肃创作 而且它跟那种手机算出来还不得 对 完全是不一样的 这块大的传感器和F2的大光圈镜头 在暗光的拍摄条件 我还是挺满意Pokey 3的表现的 虽然它比不了全耗服的相机 但比运动相机 还有我用过的手机都好不少 Pokey 3能拍4K 60帧和10bit 420的DLogM 还有一点 你觉得4K一般没有Log 这段时间因为我多数拍的是Eno这块的 我发现60帧其实不够用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慢动作的拍摄 声音和画面是分开的 而且音频文件现在拉不进去达芬奇和Final Cut 要转板以后才能再进剪辑软件对轨 这个比较麻烦 调色的空间和动态范围 都是比上一台有很大的提升 我在新西兰其实不少画面都是用它拍的 如果我不说 只要不是火眼睛睛 我觉得大家是不是都没有办法察觉到 当然现在我不管调色的匹配 我们其实从头到尾聊了一下它所有的问题 好像这条DLogM曲线是它目前最大的问题 用人画 大家能听懂吗 它那个视播器低于128的时候 我们几乎已经没有暗部细节了 这叫人画吗 我不会说人画 就想把一个画面条好看还挺容易的 但是要跟索尼的机器比配其实还挺难的 尤其是你又是天际之子 所以它的保留宽容度这块是没有像Slog那么好的 但其实我不得不说 你在跟它和微单比 对 你很难想象我这些要求居然能从这个上面来调出来 提出来 但是这个玩意儿如果在它前两代 甚至在其他产品GoPro上 我根本就不奢望 我调色调的细致一点 我可以拿它做严肃创作了 工程师说因为机械设计的原因 所以云台没有办法转个90度竖拍 所以现在拍竖屏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通过裁切 拍摄最高3K 60帧的竖屏视频 但是它不是说直接在横屏上给你做一个裁切 而会比横屏利用到传感器更多的纵向空间 第二种方法是直接把手柄横过来拍 这样能拍无损的4K视频 它这个屏幕首先就是太爽了 我也是一下子卧塞了一下 就甚至它就是让我有想拍竖屏的欲望 真的 你可是学电影摄影的呀 你蒙眉大眼的也要拍面革命 这叫海纳百春 对 所谓有电影看的画面跟拍抖音 竖屏 然后走路想说点话 哇 这完美 我觉得它这次的改变 它一个是向上和向下 它都拓宽了 不能说竖屏是向下是吧 竖屏也有牛逼的东西 长视频也有糟粕 短视频也有精髓 就是竖屏也有牛逼的 横屏也有垃圾 对 我指的不是想想想想想想想 我这给你圆的怎么 这水 海纳百春 这男人的胸怀宽广 它的格式它的曲线等等就综合大个份吧 4分 我也差不多 它的续航也非常给力 超级快充16分钟就能充到80%的电 充满呢 能不停机一直录个两个多小时 这晚上是个充电宝 它会默认先消耗扩展充电宝的电 什么概念呢 这晚上没有电了 我把它拆下来 我拿它自己的电牌 然后这个东西放我包里充充电宝 它快充 无线套 这叫什么永不断电 我在这段时间的使用当中 就没有考虑过电量这个问题 而且你在插拔这个手柄的时候 并不会中断入制 续航 5分 5分 另外它还会有美颜 如果你连接DJI MIMO这个APP 我们把它弄高 看它能不能跟脸 我没有变脸 诶 我慢一点 美颜甚是能调节你的磨皮 美白 瘦眼 大眼 黑眼圈 瘦鼻嘴巴 好了我就不赘述了 你们能想象到的就是美图秀秀和检验的工资 在前期就帮你做了 好 你记得给我们一键三流 这关系到她的工资 我天 好嫩我 你加一下试试 你感受一下 我是 我是赞 终于是一览路到方容 Pokey系列最大的创新就是它缩小的屏幕 将相机的镜头装到了一个小稳定器上 虽然现在手机的运动模式 或是相机的陀螺椅动态增强这种 通过裁切的画幅实现的防抖也很可用 但机械防抖肯定还是远远强于电子防抖的 我现在要到可能看它的这个天空台 最棒的角度 需要爬一点点山 这个稳定性大家感受一下 像这种爬山的路 拿稳定器疯了 因为它的镜头小 就是低角度的 比如你伸到哪儿用 而且还有一个手电筒模式 适合拍摄一些非常低角度的 比如猫猫狗狗 以及类似拍摄那种 刀墨空间似的这种镜头 你现在特别好笑 你现在特别好笑 你刚才是这样的 它就是把稳定性能做的 让它更守到前来了 当然这个云台除了稳定以外 配合智能算法 还有很多手机和相机做不到的玩法 第一呢就是屏幕中 你选到人物以后 云台就能牢牢的锁住这个人物 这个自动跟随人脸 真的是太好用了 我甚至都不用看一下我的相机 好久不见 拜拜 平时没有人在帮忙拍摄的时候 你在vlog的时候 你绝对能把它当成一个固定机位 因为它能锁定人脸 这样我无论去哪儿 它都能跟住我 你在测试以后 8米以内它是能跟得比较准的 那即便是背过身呢 它也能跟住我 你干嘛 我们两个人出镜的时候 记得把这个模式关掉 不然这个构图会有点奇怪 就永远你锁定的人会在中间 那另外的人就会在镜头的边缘 还有一个就是对焦展示的功能 非常的适合带货 连一根充电线都能识别出来 当我在用的时候 对焦我发现了几个问题 首先是它不太适合拍变焦的画面 一个呢是有呼吸效应 第二呢 它没有变焦过度速度的调节 所以我在焦点变化的时候 一下就能拍到我要对到的东西 当我点热的时候 没有办法做这种速度 非常自然的这种焦点的变化 第二呢就是它只能跟人 比起微单的能识别 什么动物鸟类汽车啊什么的 它还是弱了一点 最后呢我要提一个小意见 我希望它在对焦之后能在屏幕显示一个对焦框 就是跟着人脸的那种感觉 或者是峰值都可以 让我知道焦点对上了 因为有几次我以为焦点在拍摄的主体上 结果却跑到了背景上 这点还是非常伤 它拍延时非常方便 除了固定的延时以外 因为它带了一个云台 它还可以设置轨迹去拍延时 一边拍它的云台会自己转 这个非常实用啊 那风光摄影师想拍移动延时的时候 其实成本还是挺够的 那用这个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体验方案 但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太太轻了 风比较大的话 很轻了三小架都会被吹飞 更别说这个了 那天我拍这个画面的时候 我还在底下垫了几块石头 试图语言吧 说完了视觉我们来聊聊收音 这个收音的解决方案我必须要夸一下 我认为是目前Vlog相机中最棒的 那首先它自己本身有三个麦克风单元 声音分为前指向前后指向和全指向 指向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上一期新西兰铝拍里边所有的画面 我都没有上小米粉 就是用它本的 你用的是前后双向吗 还是全向 前后双向 那很出色 非常棒 不过大家要注意一点 就是使用的时候 不要堵住收音的这个小孔 否则声音会很闷 但是呢 当你堵住的时候 系统一般会给你一个提示 告诉你麦克风被堵住了 那可能会有人顾虑在嘈杂的环境下怎么办呢 大疆真的给出了一个特别棒的解决方案 就是上一代Pokey 2 让人觉得很好的一个进步的点 就是可以自带一个无线的麦克风 而这次快乐加倍啊 Pokey 3能同时连接两个 那天我们在拍新天风的时候 出去以后发现风太大了 想你的风吹到了太平洋 因为这边太吵了 所以我们把麦克风带上了 在那个小海滩下面 晚上会有小男企鹅 这也有小男企鹅 马上会给你一个绿色的音频监看 告诉你它已经在工作了 而且告诉你有没有过报 它还能当遥控室 就是按一下这个信号键 就能远程的遥控Pokey 3 开路或者停止 还有一个3.5毫米的麦克风接口 方便连接这个领夹麦克风 那续航呢大概在6个小时左右 就一整天不关机 其实基本上就够用了 当然我们拍Vlog带小米风的时候 要随时监看它的电量 但是那即便是这么好的一个收音解决方案 我用的时候还是有两个不太舒服的电 只要开了麦克风小米风 它自己的麦克风就不工作了 你没法保一个环境音 对 这个是在我Vlog里边会遇到的比较大的问题 突然间跟环境的谁产生了什么关系 没见过吧 这科技真是谋福利了 你看如果我带麦克风 我必须要摘下来给它 但是如果它能同时收 这事就有解 但是我觉得固件可以解决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会给5份 但是这个问题现在没有解决 我给4分 你呢 4分吧 如果你觉得Poke 3这种像玩具一样 仅仅是业余的相机 那你可能误解它了 因为我发现它有很多专业相机 才会有的功能 首先是大家关心的过热问题 Poke 3北京28度左右的室外 拍4K60帧 D-Log M 拍了两个小时12分钟 直到内存卡都满了 它都没有过热了 其次是有全手动荡 我们可以自己调节快门ISO白平衡 但是不能调节光圈 它还可以传输无损的4K素材 传输1GB的视频大概要40秒左右 这样你就可以在手机上直接剪辑了 另外还有几个非常实用的功能 一个是抗闪烁 抗闪烁你会用吗 那我肯定会用 手机监看能看直方图能办办 时间码我觉得也是它向上减 只要你有多机位需求 无痛同步 我觉得拍综艺的人 太对了 听到它有时间码应该会 就这种感觉 你发现了吗 我觉得最大的受益的就是综艺 综艺车里的话 咱们经常看着正常的它们Aero保着 然后之后插一些隐藏的视角的 画质变化巨大 对 擦得要死的那种 对 听话 分也多 4.5 我也是 除了上本提到的续航手柄 DJI的Mac 2 Pokey 3还有一系列精致的配件 比如说这三块ND滤镜 还有一块柔光镜 还有一片增广镜 都是好东西 都是好东西 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厉害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壳 不是直播带货 你别搞 黑柔就吸在这儿了 看黑柔就吸在这儿了 随时被拿 对 然后增广就放到这儿了 增广镜 我直接贴就好了 放 这两个人都不会激变 然后它还有一个ND 就是你所有东西 包括你的麦克风 你就装这么大一包的 这太像直播带货了 在哪儿现在 没事说吧 你说吧 那你怎么说呀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上了增广 你就别想上黑柔跟ND了 我要想获得特别有一种张力的画面 我必须要用广角镜 但是拍这种运动 跟我们旅拍还不一样 跟你出镜还不一样 你运动模糊 不对意思 至少我演的 是 没错 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 是吗 上ND镜的时候 我如果关掉它 你看它收不回去了 收不回去了 一个镜都不行 这是设计上的一个 徐徐的bug 还有一点就是 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在这儿需要ND 然后我突然到了一个暗光的地方 这个ND啊 没定了中央感觉 这个上面这个小片片 真的很容易掉 我在新西兰 我就放这儿 都可以 那你能吸到你耳钉 然后腰带上吗 咱们俩说一下它的整场景吧 我先说我的吧 完美的Vlog的Aero 这一趟旅程中 因为有它 我所有Aero都是拿它拍的 所以其实能一边走保持稳定 这是完美的地方 那你大量的使用这个是吗 都是 你看得 看不出来 我完全不需要考虑到 我还有一个自拍 我不用带2070这种焦段 可以比如光不够 我带2470 或者我带定角 所以这个是在我器材选择上 给我的自由度啊 非常高 小范围的跟牌 我只要开动态增强就开 什么时候要上个零器 广角大范围有前景那种可能性 嗯 竖林子啊 那种奔跑啊 是吧 我拿它能不能干 能啊太能了 这个东西在我生活中 属于是从无到有 就是我平时出去运动 是绝对不会带我的相机出去的 就是厨子回家不做饭的感觉 我觉得 我挺累的 我只要是看外面天气好 揣着我就走 我就可以用它拍花板 去划雪 去爬山 从它的使用场景上 你给个分 5分是满的 我能给4.5 我给5分 你真的好喜欢这台机 因为我说了 这是从无到有 如果你3500我就买你 OK 你问一下吧回头 贴上去吧价格 裸机3499 别看我刚刚那个分给那么高啊 那么哇塞啊 但是它超过5千 我觉得不买 全程套装4499 拿捏老胡 听下来好像Pokey 3特别完美哈 但是它能取代手机和相机吗 我最终给出的答案还是不能 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它只有20毫米 这一个角度 因为一条视频需要不同的焦段和不同的景别 镜头的组接才更好看 但是我想如果你把Pokey 3 Pro的三个摄像头拿下来 如果弄个Pokey Ultra 那最后呢 其实我也是我最想说的吧 Pokey 3其实很适合记住生活 在这一篇里边有一种拍摄模式叫做墙上的苍蝇 它是指摄影师有尽可能低调的拍摄 让被拍的人注意不到摄影机的存在 因为你只有最低调的拍摄 被拍摄的人才能展现出最真实最自然的状态 我觉得这是记录的一个意义所在吧 这些片段不需要剪辑 只需要交给时间